我們來談談這個設計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第一個 我一定有問題 其實就是回到我之前的護後製教學 我會設計 按照主題設計很多個問題 那為什麼要設計很多個問題呢 因為教科書其實往往就只有一種觀點 一種答案 一種解釋 讀完之後學生會很容易 所以因為好像上帝在告訴你 A出現就會有B B出現一定會有C 為什麼 沒那麼好說 就是這樣 所以就可以了 那當A出現的時候 B不能改變嗎 B有沒有別的想法 沒有想法 不要想太多 但是歷史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他一定有一些情境讓他去思考去判斷 我們才叫神怒嗎 那我們就要給資源 給資訊 就是 但是這些資訊有沒有背離他 沒有背離他 他還知道有這事情發生 只在事情發生裡面有個空檔 他在思考問題耶 所以學生的脈絡跟我們的脈絡是一樣的 也就是以教科書為脈絡 但是怎樣 我在他既有的知識上 我來延伸 來喚起七個可能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我們講到紅門宴 他楚漢象徵 就楚漢象徵 你知道那項羽設計的一個餐問 有啊 紅門宴 國文根本都這樣 你知道他有這樣作為安排 他就不知道了 他是作為安排有目的的喔 你這樣子發現 從他的既有的知識裡面 他更理解 更了解 為什麼會這樣子 更確定 流氓不會死 這不就是喚醒跟延續他的學習嗎 那他一定呢 他一定記的更熟 因為他整個畫面都有了 好 那學生如果透過這樣子 有沒有可能把他變成一個主動者 也就是說 競賽 如果我們要變成這個問題 然後大家來競賽 來分組 那是不是會更有意思呢 那如果我們又拉拔一些成績不好的人 讓他變成主導者 讓優秀的來幫他 那我們最擔心那些會睡覺的 可能他就是主角 好 那再來一個行程性評量 如果教導跟被教導有效的學習 然後更重要的 我們要讓學生閱讀啦 就是這些資訊都是要讀來的耶 你沒有讀你就不會啦 所以你一定要閱讀 你要閱讀你才能解答 你不會就是你閱讀有問題 那我就要給你標記 我就要來拯救你 以後這些問題就第一個找你 所以我們要設計 類似讓他活化他閱讀的能力了 那甚至只要他這個能力有了 第一段他會讀 第二段他就會讀啦 所以他是個自學的 能力是種很奇妙的東西 他會了就會了 因為這是你的 但是他需要被鼓勵 所以我們設計這些問題 答錯沒關係啦 答對加分 而且我可以指定誰來回答 好 那培養這樣的自學能力 跟中生學級 這就是有效教學的主要體面 好 簡單來講 那我就來談實務了 找六個成績 不喜歡考好的人 當老闆 那這老闆當然就是 因為我在上學期末做的 實際操作的 他剛好是NBA的冠軍賽 樂伯隊跟馬仕隊 學生每次上課前都在看NBA 老師來的都不管老師 急許來看NBA 那我就說好 同學把電視關起來 我們來玩NBA 他就說喔 真的還假的 是啊 就是這樣子啊 來 那我段考成績發下來了 本來要罵人的 來 同學 你們交六個出來 不想考好的 我們不好意思說考最爛 好 這六個出來 恭喜你們 也是NBA球隊的老闆 老師 真的嗎 是 你一定是 好 那這六個怎樣 那六個說 那我為了讓競賽 能夠更加的快速 三個三個 東西區 樂伯 馬仕 是是是 美聯 柏聯 無所謂 然後猜拳 猜拳之後當然就有123 東區有123 西區有123 然後東區的1跟西區的1 在猜拳 決定順序 什麼順序 選秀順序 冠軍賽一定會結束 新的球季會開始 我們要重組球隊 你們就是球隊的老闆 我們要重組一個 最堅強的陣容 如果他們六個不及格 好 60到70戰場 好 同學就戰場 買 那怎麼買 第一個開始買 那同學說 老師這樣子買下去 對嗎 是 各位同學 你已經進入這個課堂 你就進入資本主義的世界 一切都是有錢來決定 你不能抗拒 這六個人什麼沒有 就是有錢 買 然後就開始買 好 買開始 這樣開始就填上自己的號碼 對不對 各組都有歸宿了 對不對 好 到最後 就最強 號稱叫神忍 那這種神忍 就是不知道他為什麼會 他也沒什麼念書 我還會睡覺 還會講笑話 但是他就是靠最好 那同學就說 他不是神忍 不然是再加一盒 加一盒 加一點 叫神拳 神拳就神拳 好 神拳站起來 好 然後開始 一樣買 那買完之後 球隊就組成了 組成之後還有一關 主場優勢 那在這個進行的裡面 我們的學生很特別 學生說 第一輪選完 第二輪要顛倒 老師FBA的精神是這樣 因為前面我選了 那第六名應該要換他先選 我說好 沒關係 我們就按照這樣 那這樣更不用猜拳 對不對 好 總之 開始怎樣 這球隊就出來了 那出來的時候就出現三種人 第一種人叫老闆 第二種人叫神拳 中間的一群人 那我就把這三種人 怎樣 分分數 老闆以後答對立體三分 神拳一分 中間兩分 然後你們 我的上課 就是一堆問題 你們就是搶答 答錯不扣分 在黑板上寫 一二三四五六 大家去寄分 那誰寄 你寄 你答對 你就寄 他小小老師說 這個不會這樣 不會 因為你會很喜歡寄 然後就開始 這樣競賽 競賽之後 當然學生 當然成績不好 當然有他發揮的空間 我們題目不用設計太難 就專門讓他回答 那目的就是 神拳要教他 因為神拳只有一分 如果你聰明一點 你已經判斷 你就會教他 對不對 果然有些不想討好的人 就會舉手 而且舉手他上去 寫那個化正記 哇下來很威 他會擊掌 哇塞這個孩子真特別 他會跟隊友擊掌 對不對 然後會搶對方 就是 哇 然後感覺上自己很厲害 但很多班 開始就衝進一些新的屬 譬如說 這一題 第一組答錯 換第二組答對 他們叫超級 那第一組答錯 我說錯 叫火鍋 然後就開始用 很多籃球的術語 去想像 我們現在在進行的事情 那有些球隊 因為我們每個 每節課都會有記分 那記分再次都得記 那一次斷巧結算一次 當個平常成績 那整組的大家分數都一樣 所以我同聰明的孩子說 老師 你真的要連做法 他說欸 被你發現了 老師你這樣子是不對 我說為什麼不對 老師你排擠優秀的同學 哦 是嗎 同樣的 我們一定要教他 而且我們答對只有一分 你太過分了 我說欸 你這同學 優秀優秀 被你發現的秘密 所以我設計的非選擇 你 就是 選擇一分 但是選擇你是一分 要講為什麼 第二個 非選擇 你答對 每個人都三分 還是他也接受啦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 來run這樣子的遊戲啦 那老師就要設計一連串的任務問題 然後來拆解這個教材 當然前面上課前 一樣還有成績還有作業 就是看教科學 教科學有劃現的C值 這就是代表你已經認識主要的概念 那再來呢 詹藥你把重點寫在旁邊 B值 那A值什麼 評論 什麼叫評論 比如這一段話 你有沒有看過別的看法 你有沒有看過哪一本書 你把它寫在旁邊 它哪裡錯在哪裡 或是它對在哪裡 到目前還沒看到A的 只有C跟B C的也有很多種 有些學生很叛逆 他通通畫 老師就在畫線 我覺得這很重要 這就是聖經啊 太完美了 那小老師 我說這小老師負責 小老師說 老師他愛過 我跟他不能在世上 我說我了解 沒關係 7幾年 還有另外一個 隔天他下一絲 他就換了 他指畫不要點無話 哇賽 老師 你看他太明顯 前面通通畫 現在換指畫不要點無話 那是他故意的 然後我說 同學你這是什麼意思 老師這個很像巨動 中國古人 都是點 真的 這是有學問 我說我算幾第一台 好 C級 還是C級嗎 你一定要寫 栽料才會變成 就重點 才會變B級 這也是平常的 D嘛 那 也就是說 它已經有些學習了 那你漸漸 你在測試當中 就會發現 你有些孩子 真的 還是不會 那怎麼辦 寫克陋士啊 我們不是有一些配套嗎 我說你 老師求你好了 你上課前 你寫著畫完現在 你還要拜託你寫的那個 如果你寫 你每次寫一回 一根單元 我就給你加一分 老師這樣一分 好啦五分 好這樣子 他還是寫的 那結果之後 還出現轉變了 我們就A B C三群 A是最高的 C是最低的 請問哪一群進步最快 C C喔 不是 B 咦 為什麼 因為如果C級進步最快 就反淘汰了 強者很強 這是一定的 在建中有那種樹里之優班 他只有一節課 他們超愛玩的 因為厲害的孩子喜歡在競賽 他們很喜歡那種感覺 他覺得 這是一個 有生命力的課 他可以看人家錯啊 像他 有這種超爽的 很奇怪的那種的 C級進步 C級進步最喜歡這種情形 就是這題答案是豬 然後他有人答案A錯 B也答錯 C也答錯 後來這一組 豬 那種愉悅感 我說你會有什麼好家 就是會喔 他覺得這個 賽道的感覺 真好 怪怪的孩子 他透過這樣子的這種方式 為什麼B會比較厲害 因為這些B就是 有錢的 待在地 那C真的他有進步 因為整個平均增加了嘛 不及格的少啦 平均增加了 那有人看到一個C變成B了 把一個B擠下來的 那我就當然另外給他加分 他還心不甘情不願 說老師 我這也不能當老闆 真是遺憾 我說你沒志氣 對不對 好 但是A有危險 A神犬不再是神犬 B有人翻身 因為大家平均 就八十幾分 一大堆 就是你那後來成績出來 發現哇 大家競爭越來越激烈 分 就是每一分都很重要 那你可以看出來 標準差差近 對不對 因為極格人數少 總平均增加 那透過這樣可以看出來 其實學生只要有在學習的這種路上 他真的是會很快學會 好 透過成績獎勵的方式 來實施這種所謂互動式教學法 學生為中心 知識為中心 拼量為中心 社群為中心 OK 好 那透過這樣子他也學能力 因為你題目設計是能力的 你題目也可以設計語力知識也可以 你可以設計閱讀的 那你只要找對人回答就好 那有些孩子獨幹 像那個田瓜一樣 你課對那種 他就省人啊 而且他速度超快的 那種人甚至有病啊 就是字一出來 然後馬上舉手 因為他平常書念很多 你這樣也可以認知學生的差異 就是有這種人 他的那個閱讀證 除了學校的之外 他有在台北市的 他幫他們全家辦好了 都一個人借 很恐怖的一個人 像譬如說我教他們 讀那個Neo Foxen的書 他把全台北市讀書館 Neo Foxen通通借 我說你有病啊 你別人大英帝國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你就說 我就是擁有的感覺 怪怪的 他那書真的念很多 所以他每次都一塊錢 很快去舉手 那怎麼辦 不叫他 對啊 他有誰的同學 沒舉手 是我啊 我啊 誰啊 是誰啊 這樣 他就知道了 有時候就是同學就會排擠他 說同學 你為什麼不去教你那一個人 他說有用嗎 試試看嗎 如果是這樣我就幫你加分 他說真的 會有點改變 不管怎樣 總要是嘛 希望整個我們更能了解 學生的差異化 給他所需要 那透過設計的問題 你可以測試能力 你也可以測試知識 對不對 那你可以測試月 這就是整個互動式教學法 然後目的是怎樣 目的當然我們透過這些問題 讓歷史不再必然 歷史有很多種選擇 我們可以了解當時候人的想法 很可能的發展 還有看到解釋背後的不同的立場 那這樣子 不是就會更加的生動了嗎 就是 好 那簡單來講 三個層次 學生先跟教科技互動 老師在課堂上 透過問題學跟互動 讓歷史的目的前進互動 那這就是主要設計的重點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つまり